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免费科学上网的工具 Winter Rain OK这样一个工具来讲的话 使用非常的简单 关键是 它支持很多格式的这个缺点 包括支持这个clash的 包括支持这个 Winter Rain的 包括支持这个小火箭的SSR的节点等等 它都是可以支持的 配置简单 使用方便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在这个虚拟机里面 VM虚拟机里面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OK我们首先是要下载它 我们先打开这个 科学上网的节点 OK打开 打开的话呢 我们打开这个 一个浏览器 我们直接在这边输入它的网址 OK进入到它一个主页 因为的话 这个软件官方已经停止 停止这样一个更新了 所以说现在是一个旧版本 但是使用起来还是非常的OK 非常的OK 那Winter Rain它支持了 支持这个 X Rain的绝点 VMS 包括这个小火箭的 包括SSR的等等的 都是可以支持的 所以说它这个节点 适用率非常的广 非常的广 这一边它的特点是什么 安全隐私 急速 那我们要下载的话 就点这个地方下载就行了 或者说右上角下载也行 那我们点一下下载 OK 到下载中心这边来讲的话 它有两个下载漏镜 一个是Winter Rain的一个官网下载 一个是Github的一个备用下载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要提醒一点的 就是说 你下载的 下载之前 要把你的电脑上的杀毒软件 包括3600卫视 什么杀毒那些东西关掉 不然的话 有可能会报读 你下载不下来 OK 那我已经下载了 所以在这边 我就不演示了 只是告诉大家怎么下载 在哪里下载 它这边还非常贴心 这边有一个免费的决点 给你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决点 那等一下 我们可以试一下 免费的决点 我们可以试一下 OK 下载完成了 我就不演示了 我已经下载在桌面上了 就是这样一个Mensure OK 我们这个 双击解压一下 解压的时候发现这边有木码什么什么东西的 我们不管它 我们给它插掉 我们给它关掉 OK 现在解压得到这个文件夹 OK 我们双击它 OK 双击打开 打开以后的话 它的界面也是 非常的简单 太单就是四个 首页 配置 工具 和推荐 OK 这个首页来讲的话 它这一边就是 类型服务器 端口什么的 这是决点的信息 包括这个响应速度 对不对 那下面来讲的话 这边就是不使用代理 然后使用全局代理 然后这个 PAC代理 那PAC代理 大家都知道 都是自己配置的代理 然后配置 这个 UWP什么东西 这个 不管它的 批量导入链接 OK 这里还有一个异常自动重新链接 这边有一个按钮选择 OK 那这边配置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不用动它 因为我们毕竟对这个代码不是很熟悉 它自动配置好的 我们就用就行了 这边的工具来讲的话 工具来讲的话非常的多 有这么多工具 其中有两个工具的话 那是值得我们 关注的 就是第1个跟第2个 假设你导入节点 不能正确的连接的话 连接有问题的话 感觉其他设置什么都正常 但是它还是连接不到的话 那就可以使用这两项 首先圈空一下 DNS缓存 或者再同步一下系统的时间 OK 不然的话 它会连接会报错的 这边这个推荐就不管它了 这个是它软件里面自带的一个打广告的东西 推荐一些节点什么东西叫你去买 还是什么东西的 这个我们就不管它 我们就不管它 OK 那我们现在来到 我们现在来导入节点来试一下 看看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首先来讲的话 我们先试一下它这样一个免费的这个节点怎么样 OK我们把它复制 看看这个节点还能不能用 我们到配置这一边来 这边有个订阅我们点一下 OK我们点添加订阅 OK它自动就把这样一个 这个节点复制粘贴的这边来了 从剪贴板里面导入这边来了 OK 那我们这边就更新一下订阅 点一下这个更新订阅 OK这边已刷新64个订阅 OK我们回到主页 这个就是刚刚刷新的应该是64个 没有数 应该是64个 OK 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把我们这个 V2RNIN的节点 给它关掉 给它关掉 OK 大家看到节点关掉了 关掉以后的话 我们这边检测并连接最快的服务器 OK 我们检测并连接一下 OK目前它连接的是这一个 这一个绝点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YouTube来试一下 OK这个YouTube能正常的打开 我们随便点一个视频看一下 OK 也是正常的在播放 我们看看它的播放速度怎么样 OK 目前的播放速度是11000 11000 OK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OK 9000多的速度 快进也没什么压力 它目前来讲是1080P的 高清的 OK 好的 我们这个节点来讲的话 我们试一下其他节点 我要提供一个免费的长久 可以使用的节点给到大家 那我们把这个节点给它停用掉 给它停用掉 停用掉以后再更新订阅来讲的话 这边就是没有任何的订阅了 大家到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订阅已经清空了 OK 那现在我到这个网址给大家分享一个免费长久使用的一个节点 OK我们到这样一个网站 到这样一个网站 这个网址我也会在视频下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到这个网站以后 直接点这一个 按钮 这个网站是不需要 科学上网的 不需要科学上网的 OK这个地方 它给你一个id号 然后给你一个 60兆的一个速度的 总量是10G的一个节点给你用 OK我们点这个地方 拷贝 拷贝你链接OK 那需要说明一点的话 这个10G用完了以后 大家可以把这个网址 复制到 这个 无痕模式下面 它可以再给你一个10G的 所以说这样就 免费长久的白票 OK 我们复制以后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们到配置这个地方来 订阅我们点 添加订阅 OK 他自动的就把粘贴板里面那个 我复制的这个 链接 粘贴到这边来了 OK我们还是点更新订阅 正在获取订阅 OK 已刷新9个订阅服务 我们回到手里来看一下 这边 应该是有9个 应该是有9个 他现在是检测 并链接最快的服务器 这个节点目前是不可用 目前不可用 不可用的话 我们再重新添加一个绝点 再试一下 OK 已刷新47个订阅 OK 这一边我们尝试连接一下 他现在连接到这样一个绝点 连接到这样一个绝点 那我们再打开这个 Youtube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 OK刷新一下 开始播放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节点速度 OK 这个节点速度去到3万多开 3万7 我们给他 我们给他调到2160P 看一下 因为他3万7的绝点应该是播放正常是没问题 OK 目前的4K的话 是播放没问题的啊 但是这个节点不太稳定 2万 一下子掉到4000多K OK 这个节点的话 刚刚尝试了一下 目前是不能用啊 目前不能用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可能是我虚拟机的问题 因为我一直用这个节点都没问题了 那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OK 配置这边的还有一个代理单口的一个配置啊 代理单口的配置 这个检查服务器一场间隔时间是15秒 你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调大或者调小啊 我们调到10秒也可以 根据你自己的爱好来配置的 然后 允许同时测速的服务器数 啊 这边是多少个 总共100个 这个我们可以给他调大一点啊 调大一点 调太大了 数字太大可能导致卡顿 OK 我们一般给他调个100多个不超过150就可以了啊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啊 只要你电脑配置高 性能强 都没问题的 那这一边的哨可代理单口 这个http代理单口 他都是默认的啊 大家不要改 要改也可以 没问题 OK全局代理模式呢 http的啊 你要用哨可4也可以的 没问题 OK 这边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允许来自居用网的连接 那这个按钮的话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假设你全面打了钩的话啊 打了钩的话 那么 这个代理可以用到你其他的设备上 假设你局一网里面有很多手机平板电脑或者说其他电脑的话 你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代理来科学上网啊 关于这个允许来自居用网链接的话呢 怎么样子 使用就可以了 其实你有很多节点的话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啊 这个按拷贝粘贴 在这个界面啊 拷贝粘贴 他就可以进去了 其实使用是非常方便的 非常方便 这边还有一个批量导入链接 也是非常方便的 OK那今天的视频呢就介绍到这里啊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